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一下,陆总 原秘书又辞职了 第51章,让你熟悉我的床 今夏洗好澡之后好半天,才从浴室里出来,陆毅不在卧室 今夏转出门来,就看到陆毅坐在窗边的办公桌上 电脑开着,他额头的湿发环滴着水珠 看样子,在别的浴室洗过澡了 带着瓶光镜,聚精会神地在看电脑 屏幕上的文字反射在他的镜片上 一页页的PPT飞速地划过 认真工作的居家男人 混山上下散发着性感又专注的魅力 今夏靠在门框上 抱着双臂看了一会儿,陆毅突然抬头,看到了他 立刻就站起身来,摘到眼镜放在桌上 不好意思,没听到你出来 在忙啊 今夏看了看电脑的方向 刚才收到国外发过来的一个方案,看了一眼 不是什么着急的事 陆毅说 是某某那个项目吗? 方案怎么样,可行吗? 今夏眼睛冒光 陆毅走过来捏住今夏的下巴 对工作这么感兴趣吗? 随口提过一嘴的事情你都记得 关于我的事情你怎么那么不上心? 工作是饭碗啊 当然要上心了,男人吗? 今夏坏笑 男人是什么? 陆毅的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好像他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他就要一口吃掉它一样 别的男人是调味剂,你是真命天子 今夏的手指戳着陆毅裸露在浴袍外面的肌肤 声音软软糯糯的 你就哄我吧,上一次在你家 我已经当过一次调味剂了 陆毅提起第一次还在耿耿于怀 那我也没找过别的男人当调味剂呢 今夏才不怕他 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你这套鬼话 陆毅一笑 搂住今夏的腰 把他顶在门框上一低头就吻了下去 陆毅如湿的嘴唇摩擦着今夏柔软的唇瓣 他第一次见到今夏素颜的清爽模样 卸了妆的今夏 更符合他的年纪 完完全全是清纯大学生的模样 像一只无辜的小兔子 让人想要一口就把他吃进肚子里 灵活的舌头 扶至心灵地撬开今夏的齿关 溜进他的嘴里 勾起蠢蠢欲动的小舌头 纠缠瞬息起来 热烈地吻从温柔到激烈 呼吸也从平缓到急促 这个吻持续了很久 等到陆毅离开今夏的嘴唇时 今夏已经双眼迷离 妩媚的眼神 娇媚的神态 在他那张清纯的脸上 交织着纯情和性感 正是最让男人难以抵抗的 尤其是对他毫无抵抗能力的陆毅 你要开始索取房租了吗 今夏身子都软了 被陆毅用结实的胸膛 挤在他和门框之间 动弹不得 身体曲线秘密实事地紧贴在一起 唤醒了晚上在车里的身体记忆 欲望的火苗 窜生在两个人摩擦的身体之间 没有 是想跟你分享房屋所有权 陆毅的声音低沉沙哑 望着今夏的眼神 专注又神情 今夏假装听不懂 勾住陆毅的脖子 用力地吻回去 你这个不合格的肩上 两个人又是天雷 勾动地火的一阵深吻 一边亲吻 一边移动到陆毅办公的桌子上 陆毅单手推开电脑 另一只手轻易地扯下 今夏身上的浴袍 露出里面他新穿上的白色蕾丝内衣 白色的蕾丝 包裹着饱满的苏胸 惊艳的春色 与此时此刻的他一样 都是性感和清纯并存 只让人想好好地蹂躏摧残 今晚注定是一个浪漫又美好的夜晚 有情人总是觉得夜晚太短 今夏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衬衫 靠在窗边的沙发上 窗户鞋开着 夜风吹进来 卷动她的长发 她手中拿着一杯甜酒 可能有点微醺 或者其他什么大家都懂的原因 脸颊上的红韵还没有完全地退去 美丽的少女 性感的身姿 被风撩动的长发 构成了一副美得不能再美的画 路易端着水果走出来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 她心爱的姑娘 在她的房间里 安静地坐着 自己那从前空旷的屋子 有了她的身影 变得无比的温馨美好 盘子放在桌上的声音 惊动了今夏 今夏回过头来 朝着路易甜甜的一笑 路易走过去 在她身边坐下 搂着她的肩膀 喂了一块水果在她嘴里 在看什么 这个城市这么多高楼大厦 走到哪里都是高高的楼 紧紧地排列着随处可见 我竟然不知道 在城市的最中央 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会让人看不到那些高楼大厦 只能看到星星和天空 今夏感慨着 角度问题而已 路易解释 是 但是这个角度 是多少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角度 今夏的感慨中 其实是有点悲哀的 如果不是认识了路易 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生之年 能有这个角度 能在市中心体验到这种空旷 安静的环境 安静得如同室外桃源 路易懂得今夏的点 她思索了一下 你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对吗 可能是我太过于矫情了 这些我所见到的 如果是通过我自己的奋斗打拼换来的 我会很高兴 今夏说着又摇了摇头 不对 是我想错了 这本来也不是我所拥有的 这些都是你的 路易笑了笑 你年轻 要强 这些对于你来说 哪怕不依靠谁 也不是那么难以实现 真的吗 你不是在哄我 今夏回头看她 我可以哄你 但是我真的认为你不需要 我也可以说 我的就是你的 但是你足够清醒 也不会接受我这种说辞 哪怕我是出自真心的 所以你觉得我哄得住你吗 路易说 今夏被她这么一说 反倒有点不好意思 我好像有点不够浪漫 你肯跟我在一起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件足够浪漫的事了 路易亲吻了一下今夏的额头 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谈恋爱 都是第一次试着跟一个关系 如此亲密的人相处 都在尝试着了解和接纳对方 今后的日子还很长 她很愿意看到自己面前 这个真实的少女 你越来越会说话了 路总 今夏被感动了 嘴上还是忍不住要调侃她 你也越来越直接了 原秘书 路易说 那我们该休息了 今夏故意拉长了声音说 好啊 路易答应得很痛快 为了不耽误明天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细水长流 来日方长比较好 今夏一边说话 一边回头看身后那柔软的大床 嗯 同意 路易点点头 好好睡一觉吧 她把今夏从沙发上抱到床上 然后两个人一起躺下 肩膀挨着肩膀 各自躺着不动 关灯 路易对声控软件下了指令之后 智能系统关上了房间里的灯 这时候今夏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流动的星空 好漂亮啊 今夏赞叹着 二十秒之后自动关掉 路易特别杀风景地说 这东西不是你想要的吧 今夏说 你说对了 这花里胡哨的灯光是明明弄的 路易闭着眼睛说 他甚至都懒得看一眼 果然女孩子的点只有女孩子才懂 今夏说 路易睁开了眼睛 你觉得好看 当然了 多美啊 今夏说 假的有什么好看的 路易说 因为看不到真的 所以 假的也会觉得好看 毕竟不是每个房子都能透过屋顶看到星空啊 今夏说 路易想了想 不说话了 二十秒过去 星空顶的灯光自动熄灭了 房间里陷入了黑暗中 床前的遮光帘 效果非常好 漆黑一片 只能听见耳边彼此的呼吸声 今夏感觉自己像个假人一样直挺挺地躺着 好奇怪 明明两个人什么都做过了 但是却第一次躺在一张床上 这感觉该说不说 还有点尴尬 不知道路易是不是也在想这个问题 明明应该发生在床上的事情 可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发生的地点 沙发 车上 办公桌 除了床 今夏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一笑 床就开始颤抖 路易翻过身来 在黑暗中看着他 笑什么 没 没笑什么 今夏赶紧捂住嘴巴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 路易说 那你说来听听 你肯定是在笑 我们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 就突然不像情侣了 今夏瞪大了眼睛 你真的猜到了 当然 因为我也有同感 并且 我想到了 打破这种尴尬的办法 什么办法 让你熟悉我的床